所以這個事實上,我從今天應該非常清楚才對 我想在高中部已經可以有一些介紹 我們講說的magnitude 這個磁力 磁力的大小 我們這個磁力的大小 我們可以寫成為是什麼 V的大小 是這樣子的 Q的大小 我們Q是 講的大小說 我們不去管它正不見 去乘上V 乘上1 乘上3 那7到4 你的這個 速度 一直速度跟磁場夾腳的方向 是 可以 是 有 有 有 為什麼講他 small angle 呢? 因為我們的時長跟速度的方向之間的夾角 這不是他的夾角 那你如果去看他的延長線這邊 這裡有一個夾角 講的是一個 small angle 不要講 small angle 就是他的 angle 是這個速度跟這個磁場的指向之間的夾角 所以很清楚我們看到這個 我們當然就是說剛剛講過用握手定指 四個手指頭指向的方向是速度的方向 一指拼動速度的方向 那麼這個 往這個磁場的方向轉過去 那模組的方向就是他的這個磁力的方向 那磁場的單位呢? 我們可以來看一下磁場的單位 所以我們按照磁場的這個關係 磁場的大小 這個磁場 可以寫成為是磁場跟速度的夾角 所以我們可以來看一下磁場的方向 如果去看看磁場的這個 磁場的單位 這個單位呢? 那個就是磁場的單位 所以我們可以來看一下磁場的 然後來看一下磁場 這個單位是磁場 這個項還有一個 是磁場 對方的磁場 這些單位是磁場 不會有一種 你是磁場 這個 所以 你也可以把它看成是 把這個看成為是等於無論 安平 另外你把這個電流去處理 就是 它是一個電流的單位 安平 這個呢,我們稱之為叫做TESLA 你稱之為叫做TESLA 所以我們借這個電動車 有一家公司叫做TESLA 就是這個吃早的這個SIS單位 這一個 牛的安平 就是一個TESLA 這一個TESLA 或是說這個 或是說一個牛頓 美庫的 就是TESLA 這一個TESLA 事實上是一個很大的一個磁場的單位 所以 它可以一些稱為是 比較常用的 這個出場的單位叫做高速 這個 補號 能用 所以 所以 一個TESLA 是等於10的4次方G 所以 一個TESLA 一個高速 速上10的4次方G 所以 一個高速速上15的4次方G 感到大家了解一下 出場的單位 是 好 好 好 那麼,那當然呢,它也可以這個,也可以寫成這個尾頭,這個一個TESTA也是一個尾頭米平方,那也可以寫成尾頭。 這個,在單位的範圍上大家稍微注意一下,我們緊接著來看一下,在一個這個,金融市場裡面,一個運動力組,來移動的時候,它是會長度,什麼樣的一個現象。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我們現在的負責任,我們現在的負責任,是可以的。 很明顯 在一個均勵瓷場裡面 一個待遍的例子他在運動他會講到什麼東西 我們在習慣上在表達這個瓷場 用這五空間的白板或是螢幕來表達這個瓷場 我們通常習慣會用這個點狀來表示這個瓷場 它的瓷場是出我們這個螢幕表面 就好像一個一支劍他射過來的時候 他們前面的這個箭頭那個瓷場 會形成一個點表 表示出我們這個螢幕表面 所以一旦看到的這個 他表示這個一點一點的這個瓷場 如果一點一點的話 表示這個瓷場是出我們螢幕的表面 反過來如果說 所以他是一套出我們螢幕表面 反過來如果說他畫出來是叉叉的 他表示這個瓷場是進我們螢幕的表面 這個瓷場是進我們螢幕表面 這樣子的話 我們之後呢 就比較好 這個 去表達這個瓷場是進來 是進去這個螢幕還是出螢幕 好嗎 那我們首先來看一下 一個運動粒子呢 在一個 這個瓷場彈性 這個瓷場呢 你看他說話呢 綠色XX 他是進我們螢幕表面 就是B16 你們清楚看到 這個 當瓷場是進我們螢幕表面 那如果這個例子呢 帶針電的例子 他在這邊有一個速度 正好垂直於我這個 進螢幕表面的這個瓷場 那按照我們這個VXV 這個右手定數 我的V是四個收組 去Pulse V V是進去的Pulse V 我就會感受到一個瓷場 FV 那這個瓷場呢 他就會改變這個 連線這個帶針電的例子 他運動的方向 所以他的軌跡就會被騙到這邊 那當這個運動粒子 跑到這裡來的時候 他的切線速度呢 V是這個方向 他的瓷場方向是近白白的 Cross以後也是一樣 他是瓷場這個方向 也是一樣會讓他改變運動方向 在這個地方也是一樣 你的VQXV 他也可以改變 所以事實上呢 當一個這個運動粒子 帶電的Q的這個運動粒子 他在這個 在這個 今年的這個市場 已經 直立線 直進我們白白的 有這樣的瓷場間 他會去 做這個 方向的改變 因為細心的做 連動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Pulse Particle 接著 這個動作 它會有些 動作 站在這裡 這動作 接著 好 射手 你這樣 看到這個 有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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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射入 所以它的磁藏方向 可奔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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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感受到 經歷 再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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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小明年,他同時垂直於這個食材 也垂直於這個抵止的運動速度方向 所以很清楚我們看到這樣的一個結果 我們來看一下他們之間的關係是怎樣 既然他做嚴重運動 我的這個磁力的大小 那就是我的這個 這等於Q V X B 這個大小 是嗎? 事實上最好是等於Q最大對最大 因為V的方向跟你的這個出場方向是最低 這個V跟次長方一樣是全是 所以他的Sign 90度是低 那這個磁力呢 是來Support 我這個在正面的這個 在電流Q的這個例子去做嚴重運動 那嚴重運動他必須要有這個 向心力呢 向心力呢 去改變他的方向 他向心力的代表是 M 乘上 V-Z 所以就是我的這個 化現方案級你的調整 我們從這裡 從這裡 我們稱之為它的平均的角數理 這個是穴 Omega Tanker split Omega 在πlten的這個例子 這個Omega 是上次的 可以去處理它 我們切線速度是Omega 角速率 這個 去成長 半徑 那麼 你把上面這個式子 把它帶過來 就變成了 工資 成長 成長 這個 我們稱之為叫做 Syro轉 可以轉 這個 轉動 這個 這個 轉動 軸 轉動 這個 這個 Pure T 那 旋轉 周 起 T 這 T 是等 你旋轉一周 走走的距離是Omega 去處理 去處理他的速度 全轉一周 走的這個距離是Omega 半徑 走一周 去處理他的速度 就是他的時間 就是他的周期 他先趕走走 這個 應該被寫成 這個 這是Omega 的倒數 所以 旋轉 旋轉 半徑 旋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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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速度的增加 增加 這邊有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代電的例子有一個速度,存在一個磁場的環境 這個磁場環境,這個磁場跟代電例子的假象 並不是整個90度,而是低於90度 這時候這個運動粒子,它就會有這個 運動的時候,它的這個缺陷速V 它除了垂直於磁場方向有分量 它偏向磁場方向有分量 由於只有垂直於磁場方向的分量 它會讓它去做延續運動 所以它承然會做延續運動 但是因為它有磁場方向的分量 所以它也會往磁場方向去做運動 所以它整個延續運動就會 就這樣延續運動 一路延續運動這樣 繞著一個螺旋在轉 所以這叫做Pelicocat 所以這個 Sospital Angle 如果你的這個代電例子 它打進去磁場 在這個物理環境裡面 可以是 這個磁力線 之間的這個假象又不是90度了吧 或是這個 任何一個非90度的這樣一個情況的話 那麼它的入境就是可以 螺旋的這樣 最主要是因為 它跟著這個磁場方向的分量 是存在 所以它會裡面 跟著磁場方向會激動 它有 有所謂的磁場方向分量 就是會造成它 作業之後 它就會 整個軌跡 就會變成像是一個 螺旋狀的一個軌跡 這個 這個 非常有趣的一個物理線項 這個 物理線項 我們這個 第一結構我們先上到這裡 請說 位置 是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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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